大家好,我是Maskar 我剛剛工作技術了 到現在下午打算 打個棒球 打棒球 打機場 大家好,又是我 那我通常做完音樂做什麼呢? 這邊是我常常來的 打機場 這邊打打球 釋放一下壓力 很好,讓大家去看一下 裡面還有很多不一樣的球類運動 好玩 商品區 所謂公寓散騎士必先立即 所以打機所到是很重要的 來,你看一下 大家的價錢非常的不清理 還是算買不起 我們走吧 好玩 好玩 每天要搖晃晃的生活 這是你逃避的style 拿著往常的手在戰鬥 滿闖的 包括 apologize 我接著你去做 別再錯過 快醒過來 ished 穿在你手中 放下你手中的酒杯 可以自己一個新的機會 這邊又是不一樣的地方 你看那邊是可以投球 這邊是迷你的把球球 還有桌球和照球 好棒啊 好棒 別再蹉跎 快醒過來 放人在你手中 好棒 今天這件財美美食 其實我覺得台灣 但我最喜歡的美食就是小吃 台灣的小吃有各式各樣 非常多種的 南跟北也有不太一樣的這個 他們的做法 在台灣的東西 連光是肉粽 就南 南部的跟北部的又不太一樣 我說那麼多幹什麼 我們又回到此 OK 反正呢 待會等一下 我去那個地方跟朋友聊聊天 好 好 待會見 好 哈囉 我是Mazuka 那麼 關於三位隊長 這個出的 就是第一次見面的印象 我覺得 老蕭的話 蕭隊長 蕭慶蕭 蕭隊長 我之前有問過 我有講過 他 他是個 我覺得是最平靜的人的隊長 對 然後 我覺得他應該是 就是那種 非常nice 他是一個非常nice的人 就是我對老蕭的一個感覺 就是我對老蕭的一個感覺 就是我會照顧大家 然後很載大的感受 然後這個是我對老蕭的印象 那 那就是成立隊長 成立隊長的話 我第一次印象見到他 覺得他是感覺比較 冷酷一些 比較冷酷一些 因為 比較不熟悉嘛 那 冷酷 當然他也是個美女 也還蠻漂亮的 成立隊長蠻漂亮的 然後 再下來就是 這個 這個 王嘉爾隊長 王嘉爾隊長 年輕然後都很帥 然後我後來去聽了一些作品 哇 真的就是現在 時下很潮很潮的 這個 音樂 而且他自己好像也 創作 然後他對音樂 也有他自己的堅持 和要求 然後 整個人都很有朝氣 對 然後 他在挑選的時候 因為 當初第一輪的時候 我是選了王嘉爾 鄧小蠻人 對 然後 他其實對於音樂上面 有些他自己的堅持 對 他是看整個整體性的 對 相對來說 我覺得對於可能 創作的時候 是還蠻嚴格的 因為他不僅創作 要看整個表演的氛圍 他是整個看整體性的 那個隊長 嗯 那我覺得是很有挑戰性的 對 對 三位都有各自的特現 謝謝 謝謝 謝謝